陕西肉夹馍的做法不重 1.朱里鸡肉500克 肥三瘦漆 改切成大块 加两食盐 少量鸡精 胡椒粉 一勺老抽 两大勺料酒 七八片生姜 拌匀 腌制40分钟 2.卤料一包 锅水冲洗滤干备用 3.高压锅倒入小半锅水 倒入卤料 加两勺盐 一大勺老抽 一大勺香辣酱 一小勺鸡精 一大勺红糖 搅拌均匀 将水烧开 下入烟火的肉块 然后盖上锅盖 上戏后盖小火 炖25分钟 4.温肉的过程中来做磨 面粉250克制鱼盆中 中间做个窝 将80毫升温水 与5克酵母粉调匀 倒入窝中 5.调匀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此面团不用揉至完全截断 揉至拓展阶段就可以了 6.将面团制鱼盆中 盖上石布 至于温暖处逐28度的烤箱 发酵40分钟 直至面团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7.将面团取出 排气重新揉匀 分成大小均等的6个剂子 擀成饼形 是15分钟 8.平底锅开最小火 不要刷油 锅中不要有水分 将面饼披下入锅中干烙 烙的时候盖上锅盖 9.烙好一面再翻面烙另一面 注意烙的时间不要过长 每一面约一分钟左右即可 不然面饼会烙黑烙糊 就不好看了 10.最后将卤好的肉块捞出 用刀剁碎 与两半香菜混合拌匀 用刀再磨上切个扣 不要切断 将拌好的肉和香菜加入磨中即可 使用的储蓄 平底锅 煮 煮